三百一十三集 城池来见母亲 郭老夫人兴奋得道 你是怎么让周大人同意的 城池知道母亲看重他 以后一面是母亲 一面是岳父 他两边都不想得罪 把自己在衙门口 摆占了好几天的事引去 只说了周震和他谈治水的事 他准备把我拉到村里去看看 我惦记着娘的寿臣 就晚言拒绝了 周大人就让我早点从京城出发 路过保定府的时候 再帮他拟个章程 他试着在乡间推广 看看能不能解决水疾之事 他说到这里 不由地笑了起来 然后没等我再说提亲的事 周大人就主动对我说 让我一切按古理行事就是了 我已经让人去准备聘礼了 想在去济宁府认知之前 把婚事定下来 好好好 郭老夫人眯着眼睛 于有容颜的笑 越看儿子 越觉得顺眼顺心 有谁家家姑娘 像他儿子似的 几句话就让岳父大人点了头 聘礼礼金一律不问 他连忙叮嘱城池 周大人虽然这样说 可该有的礼数啊 却是一样不能少 城池笑着应试迟疑道 大嫂对少金有些偏见 我只怕到时候大嫂心里会不痛快 给少金脸色看 加上我这一去 没有个三五年是回不来的 您一个人住在朝阳门我不放心 让您去住信林胡同 我更不放心 我想早点让少金进门 我走之后 您有个人陪着说实话 解解闷什么的 少金从小没有母亲指点 您正好还可以告诉他 怎么主持中会 郭老夫人哑然道 哦 你不准备带少金去上任吗 他娘就等着抱孙子呢 他怎么敢说 自己不准备和周少金圆房 城池强势得到 他跟着我去了任上 您怎么办呢 这件事就这样说定了 你也别劝我 别人家不知道是怎样的 我家里可不能是媳妇进了门 婆婆就靠边站了 真是千穿万穿 马屁不穿 郭老夫人心里 不知道有多高兴的 那没人哪 你想好了请谁吗 正迟到 准备请宋大人和张大人 一个是推荐我的人 一个是我的顶头上风 他们又是师生 菜好不过了 郭老夫人也同意 两个人商量了半天 第二天一大早 郭老夫人就去了宋家 宋夫人知道来意之后 虽然很是诧异 但是想想周少锦和城池的模样 也觉得是天作之合 说道 可惜呀 我婆婆不在了 我膝下呢 又只有一个儿子 不然就主动请应 给你们家呀 去做全夫人了 郭老夫人呵呵地笑道 远也不想打扰你们的 可你们家宋大人 对我们家四郎啊 有伯乐之恩 我们家四爷说 他成亲 无论如何 也要请宋大人做媒人 你到时候啊 可一定去给我帮帮忙 我们分宗出来 也不过他们兄弟三人而已呀 又道 若不是分宗啊 我还没有想到 让少锦做我的儿媳妇呢 如今呢 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宋夫人安慰郭老夫人良久 留郭老夫人在家里用了午膳 这才亲自地送了郭老夫人离开 晚上宋景然回来 听宋夫人说起 欣然英语 先不说两个人现在的关系 就诚持的学问 也值得她尊敬 宋景然和张慧 顺利地接下了没人的差事 程少那边也很高兴 对承迟道 你可要多生养几个才好啊 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家里多几个孩子热闹些 承迟想到来的时候 满院子的寂静就笑道 若是我们有两个孩子 就过几一个给分从凶好了 程少却是摇头黯然地倒 你若是有心 就过几一个孙子给训哥吧 我不能让他做了孤魂野鬼 承迟望着两病全白的叔父 第一次有了酸楚的感觉 或者是因为自己也要成亲了 心变得柔软了吧 可是等到自己有孙子的时候 二叔父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 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承迟想了想道 二叔啊 要不您从膳堂里抱个孩子回来养吧 承烧恶然 承吃沉生的道 那年我去淮安拿烟饮 遇到了永定河决堤 淮安城外不是失去父母的孩子 就是失去孩子的父母 我当时就在想啊 这样的苦难面前 家族的传承是如此的脆弱 是家族传承更重要 还是姓名更重要呢 这就好比是在问 伤恩和养恩谁更重要 都是一个无解的话题 承哨微微地笑道 恐怕是家族的财产更重要吧 承迟哈哈大笑 承哨道 这件事等你成了亲再说吧 我年纪大了 就算是孩子抱了回来 我也没有经历抚养啊 可到底是动了心 承哧笑着喝了一口茶 郭老夫人那边 不过两天的功夫就准备齐整了 请了老太爷的学生 汉林苑掌院学士 吴枣秀的儿媳妇 顾氏为全服人 跟着官媒一起去了保定府下聘 那顾氏是海宁顾家的旁知 承征的夫婿顾旭 在詹氏府任少詹氏 也兼着汉林苑的学士 所以承经的殷亲里面 第一个知道承迟婚事的 竟然是顾旭 因吴枣秀家六代同堂 顾氏是京城有名的全服人 找他说亲的人很多 顾旭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直到周成两家交换了更铁 准备下聘 顾旭有天早上 无意之间问承章 齐叔父要成亲了 老夫人年事已高 你就不过去帮帮忙吗 什么 承承愕然 齐叔父要成亲了 你是听谁说的 我怎么不知道 齐叔父要取谁家的千金呢 承迟的婚事是承家的事 他们又是小辈 自然不用和他们说什么 可法理不外乎人情 承征是老夫人最看重的孙女 在金陵的时候 家里有什么事的时候 郭老夫人还会写了信过来 和承征说 承迟要成亲了这么大的事 于情于理 郭老夫人就算是不和承征 讨论哪家的姑娘合适 也应该会提前告诉她才是 夫妻两个不由地交换了一个眼神 承征立刻下了炕 对顾旭道 我今天呢 可能会回来得有点晚 你别等我了 顾旭却道 听说是保定之府周大人家的二女儿 就是那个曾经养在老夫人屋里的 那位二表小姐 承征的脑子一下子就扎开了过 祖母怎么会为迟叔父求取周家的二小姐 加善她 大家以后一个锅里吃饭怎么相处 少锦比她还小十几岁呢 这都不说 迟叔父迟迟没有成亲 找了一个小她十几岁的小姑娘很正常 可是周少锦是四房的外孙女儿和迟叔父隔着辈分呢 没有分宗之前 那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 但是分宗之后 有什么东西从澄澄的脑子里一闪而过 有没有抓住 她是头痛欲裂 虽说两家不像从前那样亲密了 可到底做过那么久的殷亲 有些事还是应该顾着一点才是 偏偏迟叔父马上就要出事了 这岂不是递了把柄给人拿捏 承承停下了脚步 转过身去 定定地望着顾婿 这消息可靠吗 听吴大人说的 顾婿倒是没有承承想得多 只是觉得这件事有点违反常理 承承应该回去看一看 是不是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你也知道的 吴大人家的三儿媳妇是顾家的姑娘 她生了五子三女 偿给人做全服人的 我是听吴大说的 当然 顾婿在汉林院的时候 吴大人对她多有照顾 两家也算是走得很近的了 承承胡乱地点了点头 把儿子安顿好了 梳妆打扮了一番 就匆匆地去了朝阳门 郭老夫人正在和吴早秀的儿媳妇 吴三太太说话 这么说来 亲家老爷 是什么话也没有说咯 吴三太太笑着点头道 不仅亲家老爷什么都没有说 就是亲家太太见我去下聘啊 那脸上的笑就没有停过 可见周家呀 是极满意这桩婚事的 郭老夫人高兴极了 亲家满意这门亲事 就是满意她的儿子 她也觉得脸上有光 她临时又加了一辈的风红 给吴三太太 让您费心了 这媒人拿线媒的红包 是有规矩和讲究的 是不可以有推辞的 吴三太太笑着道谢接了 和郭老夫人商量着婚期 这是亲家老爷 占卜出来的日子 您看什么时候合适呢 郭老夫人一看 全是明年的日子 就合了手中的封信道 只怕呀 要麻烦你再跑一趟了 我们家呀 想把成亲的日子定在今年 你也知道 我们家四郎 年纪要大 周家二小姐很多 又马上啊 要去晋宁认上了 三五年是回不来的 拖到那个时候啊 周家二小姐 年纪也大了 吴三太太并不意外笑道 亲家老爷呀 也没有说什么 可是姑娘 毕竟是没有积极 又不是穷满小户养的 我就寻思着呀 我们这边 得多给亲家老爷 几分体面才是 最好是啊 请个没人去催婚 这样一来 就得请了宋景然和张慧 亲自去一趟保定府 两个人都是朝廷的公骨之臣 特别是宋景然 东阁大学士 户部尚书 回家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哪有时间 亲自去一趟保定府 郭老夫人就有一些犹豫了 那我先和儿子商量商量 吴三太太也知道这件事颇为棘手 要不啊 请了贵府的二老太爷过去也行啊 不过是要让外面的人看看成家的诚意 这么短的时候 娶了周家二小姐过门 并没有怠慢她的意思 是成家呀 想快点娶了她进门呢 这个就比较有把握了 郭老夫人点头 小丫鬟进来试下 大姑奶奶回来了 吴三太太趁机告辞 郭老夫人亲自送她到门口 这才见了成正 成正从来不曾和郭老夫人见外 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 郭老夫人笑道 说起来呀 这件事还是你母亲提醒了我 我之前也没有想到 要为你持叔父求许少锦 可是你母亲呢 前些日子跟我提起方家的六小姐阿萱 我想到周少锦呢 和她差不多的年纪 又是知根知底 我亲眼看着长大的 与其娶了像阿萱这样 只不过见过几次面的 还不如啊 娶了少锦 至于说家善呢 她这辈子呀 还长着呢 以后还会遇到更不顺心的事 有些事啊 她也应该学会忍耐和妥协了 说到这里 郭老夫人的语气轻快起来 你母亲呢 不是一直想着家善 败相入阁吗 这件事啊 就当是给她磨练好了 这样的磨练何其的残忍 成正都有一些不敢想 脑子里却是灵光一闪 难道是迟叔父瞧中了周少锦 所以祖母才会让周少锦进门 她想到之前 成迟拜托她照顾周少锦的事 那个时候迟叔父很诚心 怎么一个夏天不见 事情就全都变了呢 成正是满脸的困惑 郭老夫人面上的笑容箭淡道 阿正 我以后啊 会跟着你迟叔父 住在朝阳门这边 大家隔得远远的 逢年过节的时候碰一面而已 你呀 不必太担心加善了 如果真的是迟叔父看中了周少锦 这件事就说得过去了 可迟叔父是什么时候 看中了周少锦呢 成正很是无奈 她就算是知道了又如何 事已成周 她再多说也是没有用了 何况这件事还涉及到了她的母亲 而母亲和祖母不合 小的时候 他们姊妹看不出来 可嫁了人 主持了义府的中馈 自然也就品出了一些味道来 她喃喃地应诺道 我母亲可知道这件事 郭老夫人淡淡地道 你迟叔父的事啊 毕竟还八字差一撇 我也就没有多说什么 现在婚事有了眉目 也应该告诉你母亲和你二婶一生了 只是你母亲这些日子呀 忙着家善的婚事 怕是没有空理会这件事了 也就是说 郭老夫人虽然免了原事的成婚定型 原事就真的不怎么过来了 颇有一些抱怨原事 只管自己的儿子不关心小叔子的意思 程正修的脸色通红 一边是养大她的祖母 一边是生了她的娘亲 她是左右为难 郭老夫人却是没有放过原事的意思的 你今天既然出来了 就回去一趟吧 看看家上的婚礼准备得怎么样了 顺便把你持叔父定亲的消息 告诉了你母亲 也免得呀 她总是惦记着 有了方轩的事 老夫人这个惦记两字 就用得有些微妙起来 程正不好再多说什么 笑着转移了话题的 不知道四叔父的婚事 有没有我能帮她上忙的 郭老夫人笑道 过两天吧 等到婚期定下来 你们姊妹呀都要回过来帮忙的 说这话的时候 她显得很高兴 程正苦笑着去了兴灵糊涂 一个面生的娘子 站在厅堂里 和由丫鬟婆子搓拥着的袁氏说着话 袁氏满脸笑容的朝着程正招手 你来得正好 油管事啊 向我推荐了这家古玩店 这是他们店里 一副由乳窑碎片做的墙瓶 你来看看怎么样 我想把它呀 挂在你的弟弟的书房里 竟是禅经竭律地 在布置着程旭的新房 程正想到了刚才 郭老夫人说话的表情 心里陡然之间 对母亲有些埋怨起来 作为儿媳妇 就算姓林胡同这边的事再忙 也应该抽空 去给祖母问个安才是 祖母让她不去成婚定行 她就真的不去了 连四叔父要成亲的事都不知道 她胡乱地答了几句 袁氏见她情绪不高 还以为她的家里出了什么事 打发了古玩店的人 就和她去了那时说话 程正把城池和周少锦定亲的事 告诉了袁氏 袁氏如当头一击 跳起来叫道 这件事我怎么不知道呢 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来告诉我 我已经和方家的二太太说好了 准备和你池叔父和阿萱做媒的 程正对母亲越发的不满了 道 娘有多长时间 没有去给祖母问安了 池叔父的婚事 也是我今天去看望祖母的时候 她老人家告诉我的 我想着祖母来了经常 正是娘孝顺的时候 也应该知道四叔父的婚事才是 还准备问问您是怎么一回事呢 没想到您也不知道 至于什么和方家二太太已经说好了的话 她根本不想提 四叔父又不是父母双亡 长嫂如母 需要娘亲帮着张罗婚事 什么时候就轮到娘亲 来管池叔父的婚事了 等级到此结束 欢迎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